根据美联系报道 今日美国一个专门进行沉船寻宝的家庭宣布 他们在佛罗里达州的大西洋近海海底 发现了18世纪西班牙沉船上的黄金文物 按照现在的价值估算 船上物品总价值大约是4亿美元 被发掘的350枚硬币中 有一枚被称为300年皇家的稀有皇家硬币 是当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武士铸造 这批珍宝属于1715年 在佛罗里达州海域沉没的西班牙船队 当时11艘满载金银珠宝的船只 包括西班牙王后本人的珠宝 从古巴哈瓦那出发 返回西班牙途中 在佛罗里达州遭遇飓风袭击后沉没 据发掘宝藏的家庭称 发现宝藏不仅在于它的货币价值 更在于历史研究价值 按照美国联邦和州法律 对于这些宝藏 佛罗里达州将拥有20% 剩下的归宝藏发掘家庭左右